前两个案例讲了我那位男同事 因为孩子的事件和前妻离婚了 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就是这位男同事再婚 现任的这位妻子 因为他也很关心现在的这一位嘛 也把很多反馈的情况详细的告诉我 让我好好来分析一下 说有什么注意的 他们也要平时多加注意 也因为他的这些嘱咐嘛 我感觉这一份案例我写得很详细 反反复复也修改过很多的细节 那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 他现在的这位妻子的情况怎么样 这是姓名隐去 姓别 杨丽生日 英丽生日 今年是43岁 属相为马 他现在的这位妻子比我那位男同事还要大四岁的 应该是算姐弟恋吧 年纪也比较大了 今年是有43 年命纳因天上火 这边是八字的命盘截图 能量分析 能量分析 我们首先看日元是几土 得一个虚土的月令 地支是有根的 为得地 天干还有这么多相同的来相邦 为得事 能量是深强无疑的 本命局是五行缺金 缺木 而且活土过旺 过造 但是这边我们要留心的是 就是说 这边是 我们看日元旁边的这七个字 只有一个人水是消耗它的 其余都是生住它的 我这边就继续写 就是说如果把人水冲去的那一年 就变成虫墙格了 就是日元反为弱 运程将发生重大的改变 我们看它当前的大运 当前的大运是一个 物武大运 物武大运两个字对它都是深住的 所以在深 在深墙的前提下 两个字的深住大运 它是变成虫墙的 虫墙反 虫墙日元反以弱来论 而且它这边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是 我们看它连续四个大运 一个几位 物武丁氏秉成 连续四个大运 可以说有40年吧 都是深住的 所以它原局是深墙 加上两个字的深住 所以说它连续四个大运 都是以从墙来论的 所以这一点要相当的注意 然后我们看它的姓名 它姓名是三个字 一个金一个金一个水 如果从它的本局上来看 它是深墙嘛 喜科学号 姓名中有金有水 建议一名中多加水和木的能量 那就可以补齐五行 而且这个水可以调好它的造势平衡 因为它是活土过旺的 过于干燥的 有利于 整体的一个流通 称谷算命 称谷算命是五两一 这个称谷算命 思绝还算不错 下面是性格 性格偏我们看它天干露出的这几个 除了这个人水是个正才以外 其他的都是笔结 但是我们看它的地支 偏硬笔结材 地支连一个正才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只能取笔结 首先看它的制作一个正硬 制作正硬是一个好脾气 月令 月令这些是因为正才没有透出嘛 我们只笔结又不入格 但是所以我们只能取正才为相吧 不能只能取劫财为相吧 不能说取劫财成格吧 劫财为相吧 劫财为相 就是说有这几点一些大致的一些意向 但是我们看它的 这个本命判 就是说这个笔结是非常旺的 所以说它这个笔结应该是过旺的 所以据它的反馈 它这一位命族是表现出 更多一些劫财为继的时候的一些特征 就是说有时会固执己见 矛盾 吹牛抬杠等等 这应该是劫财过旺的一些表现 而且它本局是水弱的 水弱活土过多 过于干燥 如果再有一些大运流年 活土再来的时候 全局就会过照 就是小心性情粗暴 办事粗鲁 它时尚中是没有正观 没有欺杀 没有偏财的 没有正观 就很难做一个好领导 对自己无法要求 自己不喜欢拘束 没有欺杀 就执行力 做事能力不够强 没有偏财 对生活中 就有不够大方 不好爽等等 这几点 据它自己的反馈 都还是比较准的 然后我们看它的家庭 家庭这里有好多细节可以分析 家庭吧 我们家庭 首先看年柱 因为年柱还是它年纪比较小的时候 它只有从丁卫大运开始 才是走一个从墙论 前面这两个大运都还是以普通的身墙来论 那么年柱就是我们看它的年柱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对生墙时候来论都是为继凶的 所以说而且是一个劫财一个偏硬 所以说祖上原生家庭条件并不是太好 对命主也没有帮助 反而对原生的家庭还有比较多的花钱之事 这里有一个劫财 他的父亲 女命的父亲是正财 这里我是以十二掌声工来论的 他的正财就是认 认如果做五 就是为胎 表示能力并不算太强 因为胎的能量并不算太大 女命的母亲为偏硬为肖 肖就是他的丁是他的肖神 丁作五为灵官 所以表示他母亲相比较而言 母亲的能力比较强 但是还是火来生土的 所以说父母关系比较好 他的兄弟姐妹有正财 结财十神等等 反正有这么一帮人吧 他这边还有一个是月柱 刚好是一个空王 这边虚害空王嘛 虚应这边的空王甜食 是月柱空王 代表与兄弟姐妹 父母没有依靠 不和睦 事业多阻尼 这些缘分薄等等 虚害空王的害 这个害也是为女命的正财 女命的正财父亲空王 也代表于父亲缘薄 正财空王嘛 容易破财 不容易聚财 那我们再来看他的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 女命 官杀为他的夫妻心 因为这边是一个 从这个大运开始走 他是走虫墙嘛 所以在28岁以前 是身强为喜用 在29岁以后 是身弱为继兄 本局是没有关 没有关没有杀的 我们看他的本局是 没有关杀的 所以他异性和夫妻缘分 都是比较薄的 只有在适合的大运流年 才会有些异性缘分 接触的机会吧 我们再来看他的年资 是一个五 是五 就是年资 是他的桃花 所以在这个年龄段 大概9到18岁左右 应该差不多女生在上 反正高中大学那个阶段 就是说有比较多的异性机会 这个也是据他自己反馈 确实在这个时段 有比较多的一些男人来追求他吧 下面我们再来看他的夫妻宫 夫妻宫在28岁 夫妻宫这边是这个正硬 在28岁以前身强为继兄 不能得到他老公家族的帮助 在29岁以后身弱为喜用 能得到他老公的帮助 因为这位女民族也是一样 她也是和前夫离婚了 现在和我这位同事在一起 她也是二婚家庭吧 双方都是二婚家庭 据她自己反馈和前夫 那时候确实闹得也很不开心吧 经济条件也并不算太好 然后我们看他的夫妻宫 夫妻宫其实还是可以的 没有明显的一些形成迫害 夫妻宫带这几点 只是减了这么一点点 这个关系倒不大 这里下面的这几点就比较关键了 因为这几点是首先是他反馈出来的 我是根据这个反馈的信息进行反推 想尽量把这个情况把它吻合的上 首先他们二婚的年份是在2017年 2017年我们来看 2017年丁任和木 丁任和木合出来是木 木是他的官沙 他本局是没有木没有官沙 就是那年会有一个合出一个官沙来 所以说他的复兴就出现了 然后一个室友为一个暗和吧 虽然能量不算太大 但是也算一个合吧 夫妻宫缝合化 就是说是2017年 他们是结婚了 算起来两位都是二婚 但是下面这一条 我感觉分析的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他们2017年结婚 是2018年怀孕 2019年他们的孩子出生 但是我们看他这个2018年 对女命来说 十商为他的子女心 但是从2018年来看 他十商的子女心并不旺 这个十柱的子女公 也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反馈 那我只能用十二公这边来分析 就是说商官 他2019年生了个儿子 所以应该是女命的商官 商官是他的根经 根经做一个须 十二公为衰 虽然这个字是衰 我们十二公是 灵官帝旺衰 就是说 这个衰是仅次于帝旺的 其实能量也并不算太弱 就是帝旺是最高 帝旺再往下就是衰 其实能量也并不算太弱 而且那一年土是非常旺的 土旺 那就是金为相 金就为他的食伤 就说那一年怀孕 2018年怀孕 2019年 这个男孩出生 只能根据这么来分析 但是我感觉这里 这个能量分析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牵强吧 还有一点 他重要的反馈是 这位女命组 他和他前夫结婚比较早 1998年就已经怀了孕 就说99年生了 他第一个孩子是女孩 我们看他98年是什么情况 98年是一个营年 营年他女命的女孩 就是他的食神 他的食神是他的心经 心经做一个营 营十二掌生为胎 应该可以算是怀孕吧 然后他走一个更生大运 也是食伤比较旺的一个大运 98年怀孕 99年生了他第一个女儿 所以说这条 我是这么来分析的 感觉也稍微 有那么一点点牵强 但是我觉得2018年 这个这么分析 我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如果有看得出来的师兄 欢迎我们一起再来讨论一下 下面是财运 财运这边分析是这么写的 本局是身强 但是他目前我们论他 目前这个大运是从强 从强以身弱来论的 本局有食伤有财 但是这个财是偏弱的 他本局只有这么一个财 而且是天干透出地支是没有根的 周围是一堆土来克他的 所以他这个财是非常弱的 而且在天干没有根为虚财 所以说本局财运是不佳的 只有这些匹配的大运流年中 才可能有机会 而且他没有制作财库 也代表不容易存钱才来财去 而且这个正财是任 任在这个制作一个虚 十二掌声为 正财库虚为关贷 做一个事为决 所以他代表他只是在这个年 只是在这个年年龄段会赚到一些正财 再再往下到了大概中年以后 这个财运可能就更差了 因为做一个事嘛 事就是表示决了 这边 这边还是一个关贷 这边就表示决了 所以说他的财运 只有在青年这个时段 可能还会有一些正财运 所以代表只能在年轻时有正财 这个偏财 基本上都不是太好 偏财 偏偏财是鬼 鬼作虚为一个衰 再是为一个胎 能量也不是太足 所以就没有偏财运 只有这个年纪段 有些正财运 所以说只适合在正常的公司 上班或稳当的行业 不适合自己投资创业 做项目 或者捞一些偏门的一些项目 然后他身体方面 身体这边就比较明显了 活土过重 这些消化脾胃 血压高 血管肥厚等等 水是偏弱的 那么就是容易有一些妇科疾病 没有金 没有木等等 所以他身体这些零零岁数的毛病 还真是不少 这边是他的子女篇分析 女命有食伤 代表男孩女孩都有 本局是没有本器的食伤的 只在一些残干里面有 所以他与子女的缘分 并不是那么强 本局是生强的 在28岁以前 在28岁以前 这个应该代表他第一个孩子 是这个孩子 所以与第一个子女 关系是不好的 在28岁29岁以后 身弱 第二个孩子 与他关系比较好 这个也是得到他的亲口验证的 然后是子女工落一个笔尖 落一个正硬 劫财商官 那么这个就代表他第一个女儿 这是他第一个女儿 就有这几点笔尖的意象 这个是代表他第二个儿子 有这几点意象 这个也是他的反馈过来 也还算比较吻合 然后适合的行业 适合的行业是本局身强财弱 在28岁以前 适合从事与财财相关的一些行业 但是29岁以后就大运变为深弱了 所以建议从事与土相关的一些行业 这是他的行业篇的一些分析 贵人篇 一个物一个己 牛羊属猴香 丑味止深 其中会发生和他的关系是 丑五相害 未须相破 子五相冲 四身相破 其实都有一些不太好的关系 只能说相比较而言 相破的力量最小 对能量和格局没有影响 只映出一些事来 所以说建议是选择生 这个生 生经嘛 也可以补充他本局缺少的经 也可以卸他过多的一些土气 但是这个会发生个四身相害 所以说小心一下 这个配偶与孩子方面 应的有些事 有可能要映出来 所以说生猴为他的可用贵人 喜记 我们看他的目前吧 目前是大运身弱 但是缺金 木 水 也是弱 所以说这几点 这几个是喜用颜色与喜用方 身弱嘛 当前是身弱 就是说适合怎么样的合作 不适合 怎么样的一个合作 特别注意篇 我这边再次强调一句 在目前的大运中 是从强论 能量反为弱 在目前的大运中有个丑五相害 丑五相害 还有丑五相害 五五字形 这两个字都是影响到他母亲的 也会影响到他自己与火相关的一些心脏血液等等那些方面的原因 今年是丑年 他本局是没有经的 而且地之火非常旺 这流年来了个经 所以今年应该是命组的 流年十三幕 与流月冲开始 会有这些 不太好的这些事情发生 今年2021年是新丑嘛 这边有年年柱下面有个直丑空王 就是说今年会印一个空王 以上这些急凶的事力量会减半 下面来简单的过一下 他今年的流月 一月份 这个一月份 一个商 一个官 很明显 因为工作上的事有口舌纷争 他还是强调 他现在是以身弱论的 身弱这个商官见官是更不好的事情 这些口舌纷争可能会更严重 第一支一个 迎 迎式半三行吧 半三行会影响到他的夫妻关系和孩子 新某月一个石 一个沙 吃喝享受 但是来了个七沙嘛 身弱七沙 也要小心身体一些受伤 或者工作上是小人 三月份一个财 一个节 有得财 也花钱多 地支 会有一个 成虚冲 成虚冲 会影响到他母 母亲 也会激起土旺 四月一个鬼市 一个偏财 一个正应 有偏财 正应嘛 有学习上的长进或签订合同 或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得了一些偏财 天干有一个物鬼合伙 是有影 是有影化的 虽然在深弱的状态下 火是对他的喜用 但是也是合出一个物鬼合伙 合出应销 不开心的事也会有一点 五月份一个甲午 一个官 一个销 也是上升下 这个销是非常旺的 所以说因为 官是工作嘛 工作或者是他老公嘛 因为女命官杀为他的老公嘛 工作或者他老公的一些事情 引起不开心 五五 五五字形 虽然没有影化 但是也为销旺 所以说这个月是相当的不开心 硬销 销神是非常旺的 相当的不开心 六月份一个乙胃 一个沙 一个笔 七沙 这些身体受伤 小人 笔 同事朋友多相聚 地支有一个五味 这边一个胃 这边一个五味和土 五味和土 因为天干有土来影化 土过旺 身弱 虽然为喜用 但是土过旺 也要小心一些脾胃消化 土多克水 也要小心复刻疾病 因为他本来这个水就是偏弱的 七月份 七月份一个饼身 饼身一个硬 一个伤 学习合同 伤官 口舌纷争 天干饼 饼 饼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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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去他的财运 也影响到他的父亲 这个水 因为冲去他的水嘛 也会影响自己与水相关的一些身体部分 比如妇科 地支 地支也有一个半三行 半三行 伸生 半三行吧 也会行到他的夫妻关系和孩子 八月一个丁有一个销 石 销身夺石 地支 是有丑合金 是有丑合金 是有影化的 所以说这个月 石上是非常旺的 刚好碰上一个销神 反应的更加剧烈 九月份以上下都是节嘛 小心自己花钱过多 地支一个 也算是一个半三行吧 丑 丑行须吧 丑行须 丑须 半三行 土旺比结旺 小心脾胃 消化不好 土旺克水 那么其实也 也是这里这半句 也是土旺克水 十月份一个四害 一个比 一个财 那么朋友同事一起求财 得正财 地支一个四害重 四害 也是影响到夫妻孩子 十一月份庚子月 一个伤一个财 上升下 这个财 这个财是比较旺的 所以说有 有一定的口 所以有表现力 也有得较多的一些偏财 地支一个直丑 也是直丑合土 直丑合土有影化 比结旺 第一次还会有个直五重 直五重 直五重会影响到他母亲 这边我上个案例也讲到过的 根据我自己的一些 操作过来的一些经验所谈 就是说流年流月的这个字 就是他的核化并不会完全的把行冲迫害给解除掉 就是说他这个字既会发生核化也会发生一部分的行冲迫害 所以说这虽然有核化 这个冲还是会发生 还是会发生一点的 并不会完全把它 解开 十二月份一个新丑 新丑是上 下升上 这个石是比较旺的 但是这个月首先是福营 一径不一动 丑土生 新金 石比较旺 所以说这个月吃喝这是福气比较多 但是地支也会引发这个丑 行虚 丑行虚 行 行到这个公位 也是影响母亲 土旺比结旺 小心脾胃消化不好 土旺也会 也会克到水吧 土多克水 这个就是他今年简单的一个流月分析 其中 从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今年 其实总的来说好事并不算多 这些零零碎碎的不太好的事反而是比较多 然后我把这篇详细的分析给我那位老同事看 他也想他也看得很认真 就说几乎每部分都看的 然后一条一条后在那对 据他自己的反馈 就是我写的 我点了一下大概写了两千多个字吧 他自己反馈说大概有80%的事是比较准的 那他也会根据这些写的一些细节或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他平时也多 会多加小心 因为他也是非常看重他现在的夫妻关系 和看重他现在的孩子 对他现在的孩子非常非常的关心和担心 因为他第一个孩子的 这个事情嘛 当初对他来说打击也是非常大 所以他对我写的这两 这几篇吧也是非常的感谢 他也会多加注意 这就是这位命组的全部的详细分析 下一个案例 我想把他的前妻和现在的妻子做一个合婚的一个案例比较 这样大家看起来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比较吧 这样可能感觉会更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